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道 季菜肉丝豆腐梗 喜切女丝的五感 一道地地道道的简简单单的家常菜 材料就是一盒豆腐300克的 然后一丁点季菜差不多三五克这样子 切成碎末 还有一些肉丝 然后肉丝呢 我们要先浆一下 我们放少许料酒 一丁点盐 再有一些芡粉 给它先拌匀 肉丝好尽量尽你所能把它切细一点 因为这道菜吃的时候是滑滑的 感觉很细巧 那拌匀后呢 就让它在边上醒着 最后呢 我们要准备勾芡用的是淀粉 放这样满满的堆起来 以防万一 换一弄了一半不够 你会手忙脚乱的 然后放两个tablespoon的水 和匀它就可以准备开火了 一般来说调一大碗的梗 你用一个tablespoon的淀粉就够了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淀粉 你就是这次买的和上次买的那个浓度都会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就稍微要多加一点 开大火 锅热下油 油温了就下肉丝 煸炒到肉丝发白 肉丝发白就把它先装起来 然后呢即可倒上一杯水 再盖上锅盖 那300克豆腐哈 一般来说我会加一杯的水 也就是差不多250cc这样子 可以做出来一大碗 那如果说你喜欢更薄一点 或者更厚一点 那你有自己调节 水开了呢 我们就先下豆腐 用刀就直接在盒子里这样滑 不要用砧板了 水烫烫底 四周都这样滑一下 让它容易下来 离得静静的 轻轻的倒进去 你离它越远 它溅得越高 盖上锅盖 一会儿它就又开了 再开了呢 我们先放肉丝 再放季菜 拌匀 马上调料 这些量我只需要1分之1的盐 最后就是勾芡了 勾芡的时候 第一火要大 第二就是两个手要一起工作 否则容易结块 一边下 一边用铲子给它拌匀 你觉得够了就停手 不一定要全部放进去的 这样稠度出来了 就可以出锅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